以下分享和原作不同之处 第一点 在剧中村民带大物参观到一半 被告知发现尸体 原作则是和有息聊天聊到一半 接到报案电话 第二点 剧中发现尸体后 是一群人拿枪对着主角 这边可以注意到 拥有绝对实力的 阎南和相对善良的杨戒 是没有举枪的 漫画中显示 尸体是由一个小孩发现之外 对峙的画面仅有四人 分别是会戒 阎南 龙二 小孩 而且只有会戒拿枪 第三点 剧中在餐会酒馆 这一段 而是大物对着会戒说出兽也失踪前 同人就说公花村村民在吃人这件事 第四点 猎雄桥段 发川明显追不上阎南 漫画中透露阎南近200公分的身高 高大且异常敏捷 在大物跟杨戒拖对过程 漫画中点出杨戒比较胆小 一度找不到人而哭泣 不过展示了堪比特警队的枪法 可以抑及命中小鸟头部 然后 剧中黑熊是直接被杨戒击毙 漫画中是主角被袭击之鱼 掏枪射击黑熊 在熊要逃跑的时候 杨戒一个move值及心脏 成功狩猎 以上简单分享 我们下次见